這是一個小島 它有幾個菜是那種很浮誇的那種 就是那個顏色跟那個食物 你是沒辦法想像在一起 然後還有一個是甜點的話 它是一個蜜糖吐司上面連的那種七彩醬 看起來很特別 然後那個是隱藏版 不一定真的每天都有 那我們這次是剛好預約到 同一天兩個都有 那我們就來拍拍看 拍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是餛飩皮 對它是餛飩皮做那個島 然後裡面這個是青醬 你看它還有素耶 自帶濾鏡的這個蜜糖吐司 超漂亮的 超屌的 在天上的感覺 哇!大家好! 我是德瑞克 你欸欸欸你不講 你是太久沒上鏡了 都不會拍了是不是 今天的話禮拜六 我們今天來拍的是 我們又回到了台北 然後板橋它的地盤 那之前在台北他們這邊 他們的那個 同事有講 然後我自己有上網去google 看到有一間是那種就是 超級網美店 可是它的東西是好吃的 這種東西很難得 通常網美就不好吃 或者是好吃就是不網美 可是它是網美跟好吃又一起 而且價格不會很貴 兩三百塊而已 那我有上網去看過它的菜單 我覺得它菜單就蠻屌 而且它有幾個菜是那種很浮誇的那種 就是那個顏色跟那個食物 你是沒辦法想像在一起 那它我有看它說它的那個色素 都是那種什麼甜菜跟辣椰豆子 是自然的去用的 然後它今天的話我們有點它的一個招牌 是一個火燒的雞末 火燒的雞末 一個烤雞啊 可是那烤雞是要提前預訂 所以你要先提前一天跟店家預訂 因為他們要先去醃漬 然後再去烤 然後需要時間 所以你有可能當天來 你不一定點得到 然後還有一個是甜點的話 它是一個蜜糖吐司 上面連那種七彩醬 看起來很特別 然後那個是隱藏版的 那個也是要先跟店家預訂 而且不一定真的每天都有 那我們這次是剛好預約到 同一天兩個都有 那我們就來拍拍看 拍給大家看 你看這個菜單 我們預約就是這個 我沒有騙你啊 火燒的雞末 這個 還有我們點這個 這個網路上很多人都要推這個 你說的藍色是你最愛的顏色 你說的藍不是藍 你說的白是什麼白 你看蒜民都很靠腰欸 你看 不用美國來租 所以它這個是到底是什麼租 所以這個是台灣租啦 不用美國來租 不用美國來租 所以這個是台灣租腳啦 租腳 這個是一個小島 這個我覺得它真的做得很好 超乎我講一下 然後這個是混沌皮 對它是混沌皮做那個島 然後裡面這個是青醬 然後上面有放鞍唇蛋 跟烤的這個鴨胸 你看它還有素欸 素好像也是那個混沌皮把它包起來 然後拿去炸 超可愛的 真的 這個的話老闆剛剛跟我講 它這是新的菜單 這個是和牛的烤牛排 然後再加上墨魚的燉飯 對 上面有放這個應該是蝦軟 對 它說是西米露拿去烤梨旁 好特別 對 然後這個就是 火燒的雞末 來啊 直接吃吧 就直接給你啃 我覺得它一個人可以 差不多在三分鐘之內 這隻雞就不見了 我們沒有要挑戰賽 對對 來我們 我們把上次它吃麵線的畫面放在左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吃嗎 好吃嗎 它的雞感覺沒有到很大 很像是那種春 春雞的那種感覺 它外皮很脆 它裡面還有汁欸 油亮油亮的 油油油香 你說藍色是你最愛的顏色 所以這到底哪首歌啊 你說的黑 不是黑 你說藍色是你最愛的顏色 不是這個嗎 不是 我先來吃吃看它的這個 它真的是藍色欸 是酸的嗎 它有點酸酸的 我來吃吃看這個 我來吃吃看這個 倒 你看 它裡面超好吃的 它裡面是青醬燉飯 炒皮 它的炒皮是青醬燉飯 然後烤鴨香是嫩的 你不柴 而且有那個鴨油的味道 噢香 我聞到那個味道 青醬的香味超過來了 這青醬超好吃的 唯一不能吃的應該是這個魚桑 他說它你想要吃啊 可以吃喔 這可以吃喔 這可以吃啊 吃吃看這個素好了 這個菜我就不要 它是混沌皮下去炸的嗎 混沌皮下去炸 混沌皮下去炸 可是它的混沌皮感覺有 滷味的醬汁 喔 它不是單手混沌 對啊 它染色是用滷汁下去 滷汁去染色 欸它這個燉飯超好吃的 來 那個雞會變要吃完了 哈哈哈哈 好吃欸 它的醬汁真的好吃啊 它這個青醬燉飯 對啊 是好吃的 欸 那我們吃吃看它的海岸 我們讓它崩塌 哇 海流進去了 海流進去了 這好像模型喔 對 青醬本身是奶味比較重 吃酒會膩 所以你加了一些海進去 它的那個海 整合掉了 有一點酥 對 它有點永和 永和 它就是它有那個旁邊那個有點酸 中和啊 有點酸酸的 把那個膩都解掉 然後再加上那個鴨胸的鴨油 乾一絕 麻糟話 一絕哪有長話 我說乾一絕 可是好好吃喔 和牛 你看它的油花 好漂亮的 好漂亮的粉色 你有看到嗎 有耶 好漂亮的粉色 嫩的 嫩的 然後外面那一層 煎得焦焦香香香的 中間的肉是完全嫩的 加油脂 好吃耶 那我吃吃看它的鱸魚燉飯 鱸魚燉飯 吃完之後的標準動作 要露出發顆氧 好看喔 哇 它不只它裡面 鱸魚燉飯裡面還有料耶 有那個鱸魚 喔 它是那個軟 套Q 還有套Q 你看看喔 這個也很好 它燉飯都很小 有一點意外耶 然後 這個最特別耶 這個不適合你啊 水波蛋 那我們來不適合我沒關係 我們來拍這個 為何 來囉準備囉 哇 那這個給你介紹啦 不用啦不用 我很好奇它那個醬是什麼味道 是甜 甜的還是鹹的 甜甜的 嗯 然後 它裡面有蛋黃的味道 喔 然後跟醉麵 所以是有點像是那種培根奶醬的味道 OK 那我來吃吃看它的這個雞 雜雞 雜雞 它旁邊那個雜雞很像季光香香雞耶 它不是普通的那種雜雞 它的那個麵衣是季光香香雞那種 很特別那種很香的味道 不要只都把我的牛雞掉 我現在在拍攝介紹 我也是為了觀眾 很好吃 很少有一間我一直吃 不行 紅燒雞吃 你沒有拍雞吃 它真的是很恰恰的 對啊 它的這個雞 它不是完全都在吃肉汁 它是本身的雞肉香味很重 然後它做的有點像是乾 就是那種炸到那種乾煎的那種味道 乾燒雞的那種 欸好吃耶 因為它的這種關節的部分都是脆化的 炸到焦焦脆脆的 好喝耶 所以它有一種香料味 嗯 超 超脆的 超脆的 有密集恐懼症的人會害怕 不能吃 這有單點嗎 我也不知道 我會想說這個有沒有單點 它的燉飯也很好吃 對對對 只是說這個可以當那種類似配酒的小姐 好香喔 看著這一個菜 我又想要唱歌 你看它的海了進去 海嘯我要知道 超屌的 在天上的感覺 對啊 這個是水蜜桃的口味 然後這個是哈密瓜的口味 喝喝看 金色的在上面 超漂亮的 它裡面我剛才看是 好像是那個冰淇淋 我剛才做的是冰淇淋 上面有五球還四球冰淇淋 底下是 對啊 底下是蜜糖 它自帶濾鏡 自帶濾鏡的這個蜜糖吐司 超漂亮的 它真的跟我們之前 它上面還有金箔耶 沈箔都在上面耶 金粉 有看到嗎 有看到聖波 這什麼好味 薄荷巧克力 它本身 它是薄荷巧克力 它本身醬 其實味道沒有到很重 它是 弄那個蔓越莓甜菜 跟那些去調配的 還有 還有牛奶的 天海冰淇淋 漂亮喔 對啊 然後這邊有灑 那種Oreal的粉 切一塊那個 吐司 吐司給大家看 這邊有一塊吐司 然後加一點冰淇淋 我這個 這種餐點女生應該超愛的 而且這個要預約喔 這個是要預約的 對這不一定有 我們就是預約這個跟火燒的雞末 它那個醬 它那個醬是 隱藏版甜點 沒有 沒有 它就叫隱藏版甜點 所以每次來的隱藏版都不一樣耶 你就要跟老闆講說 是隱藏版的蜜糖吐司 它那個醬有點酸甜酸甜 對 好吃耶可以吃可以吃喔 而且剛才那個吐司 它有一點那種肉桂味 它有用肉桂去烤過 所以有點像那個 肉桂捲的那種味道 很好喝 香 你可以再沾那個 沾冰淇淋 來吧 Gas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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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